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譚偉權先生 Hello 大家好 你好 小碟 你好 Gary 你是這個音樂劇的台處嗎 其實是別人給面子 因為我本身由讀APA到現在 我都做了十隻手指以外的音樂劇 不停地做 你第一出我已經看了 謝謝 游資 其實很開心的做音樂劇 因為我自己喜歡唱歌 又喜歡演戲 其實很難找到 有個戲 又可以做又可以跳又可以唱 就是音樂劇 所以很喜歡做這件事 沒有其他選擇 但你未做游資之前 其實你中學已經開始打樂隊 是 那時中學開始搭樂隊 因為我們讀那間學校 很流行搭樂隊 我自己每一班都有一隊樂隊 我們那隊樂隊 專門唱一些以前的pop song 英文歌 廣東歌 這樣唱 然後就開始喜歡唱歌 然後考演藝 是做合樂隊 才開始喜歡唱歌 因為小時候 在那邊叫 在那邊唱歌 那時候不知是甚麼 連媽媽在那邊播CD 在那邊唱 很開心 然後到自己打樂隊的時候 就認識音樂 發現原來站在台上 你拿著麥克風唱 抒發自己的情緒是最好的 能夠做到自己 內心想表達一件事給觀眾 去聽 覺得是很棒 然後發現原來有間演藝學院 那裡原來有戲學 想著可以進去做戲唱歌 那就考進去了 我記得 游資就是畢業的作品 游資是那一年其中一個畢業的作品 我還做了一個叫做手足成員 那時候就是鍾志榮 導演畢業作的作品 他導演系嗎 他導演系 他原本之前都是一起同班的 演戲的 但因為到最後一年就要選科 我們有幾個同學就選了導演系 鍾志榮其中一個 司徒Roy也是其中一個 溫金哲明就做了一個自己創作的音樂劇 那時候那個音樂劇 其實那個idea就是 在英國都做的 叫做blood brothers 就是講兩兄弟 從小到大的經歷 有一個女生穿插在他們那裡 裡面其中有一首歌好聽 叫做如若我是他 那個他就是男生他 括著女生他 其實是有些double meaning 在那部電影裡面 那時候那部電影很棒 你第一次做 又知是否你第一次做男主角 是啊 一個這麼大型的演出 是第一次做的 第一次做 你有些故事在後邊 我知道 好嗎 講給我們聽 我記得Casting的時候 我怕自己做不到這個角色 因為那時候 真的太多人去Cast這個演出 因為是APA第一個 這麼大型的音樂劇的演出 而且也是很出名的一個音樂劇 還有那時候電影已經很紅了 然後拿著煲茶 他個個都認識的 Johnson Volta 做游資的那個主角 我壓力很大的 但是我很想做這個角色 因為很好玩 又可以唱裡面有很多歌 那我就膽怒怒練了一首歌 自彈自唱 唱給King Sir聽 那時候Casting King Sir是導演 但是那時候我唱那一首 電影沒有的 應該說舞台是沒有的 我唱電影版本的那個 就是Johnson Volta 就在電影裡面 跟Oliver Newton-John 看電影的時候 他離開之後 就唱一首Sandy 那首歌 那我就自己學自彈自唱 那我就唱 那都挺搞笑的 戰戰兢兢在那裡彈 那時候也學的 還有就是有朋友教怎樣唱 那些英文咬字是怎樣 就是很用心去學 那end up 出到來 終於有機會做 而且就做到那個男主角 是很開心 很興奮 而且在一個過程裡面 我最記得就是 他們的演出 是要改裝一個跑車 他們的夢想就是那件事 但是我們演出就是 將一輛的士 King Sir故意做了一輛的士 將它變成左軚 將它電動了 那我就要駕出來 但是當時我是沒有牌的 我最記得有一場 就是在舞台裡面 黑著燈 那一輛的士 拿著一輛的士 拿著一輛的士 就這樣駕出來 就停在那裡 我當時沒有牌 那我就踩油 一踩 害怕 我不懂得停 直衝 直衝進去 Augustra Pete那裡 那我指揮 Peter 嘩 好害怕 我直接看著他 看著他 害怕我衝下台 那立刻踩駕駛 因為車子裡 還塞了很多chorus 那些人 待會有一個attach 出來唱歌 然後就幫我拉手 你當時是真的 忘記了要踩 不是啊 不是忘記了 我根本沒有牌 加上左軚 你不習慣 整件事是不習慣 就算駕大攤車 都是猶太 還在香港 練練都是猶太 突然間是左軚 還有打開車 黑的 我不知道踩 因為它是電動 它不是真的 棍波有門 那些 整件事不同了 又不是以前玩的 碰碰車 那些 變成你 它是 這樣去 你不知道 差多遠 因為其實台很短 是啊 還有一輛車 是啊 真的有輛車 一旦有興奮 就飆到去 但無論如何 沒事的 也很安全地 做了那場戲 但是我自己知道很緊張 觀眾都不覺得 觀眾不覺得 不覺得 怎會覺得 很有型 殺了 不覺得 可能以為你覺得 特別的效果 是啊 可能是很厲害 那這個戲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 我們找了一個很厲害的編舞 Jerry 他是編過很多音樂 出名的 而且他很清楚 我們Drama School出身的演員 的長處在哪裏 短處在哪裏 他就排了很多 很有效果的畫面出來 還有我們每天都 上學排舞 上學排舞 排戲 很開心很熱鬧 整件事 那這個戲令你更加 更加喜歡 更加 畢業之後 我就跟自己說 我一定做多些音樂 不知為何 然後 做都是音樂 那些人找我做 都是音樂 行先的 之後做了很多音樂 做了 《紅愛你一萬年》 跟羅文莊做的 然後做《邊城》 然後做《遇上一九四的女孩》 那時候 這幾套音樂劇都迴響很大 這幾套音樂劇 那時候又有《傳說中的故事》 然後有《愛上劉三者》 然後有《星夏淡》 然後最近又有 中英劇團的《Funny Thing》 就是《搶奪方心喜自由》 然後有《睡衣遊戲》 《Pajama Game》 就是《Pajama Game》 和《Funny Thing》 就是外國的翻譯劇 很多很多 然後創作劇 有《學彩》 剛剛最近的 很多很多 數多少數不完 總之自己最喜歡做音樂劇 是 如果音樂劇 你喜歡做翻譯那些 還是原創多些 其實是這樣看 我覺得 翻譯的 就算不是音樂劇也好 翻譯劇也好 它一定有它的可觀性 和有它的重要性 因為你想想 外國那些已經做了這麼多年 還有有這麼多的觀眾量 還有他們的歌 和劇本已經很實正 因為Broadway 它有幾個月的 preview 然後再改 但是香港就不可能 香港一來場地少 場地少 場地和每一段時間都很短 可能真真正正 我們很努力去創作一個劇本 創作一個音樂 但是真正正做的 可能只創作幾場 還有跟著是 沒有得去Rerun 因為其實資源有一個問題 政府的資源有一個問題 你下下難道找雙營去資助嗎 但是雙營資助也都少 很難找到這件事 所以很少有機會 可以有一個創作劇 音樂劇 去Rerun 其實我覺得是需要的 因為始終創作劇 有很多不斷的事情要改 你第一回合完之後 收了觀眾 或者收了其他行內人的意見之後 你會改 改完之後 有機會做第二回合 就是每一次都改 我覺得 但是我想你那個 一定是很容易就會Rerun 因為一來我對你有信心 二來相對來說 你一個人比較輕巧 你很多東西比較容易 你自己一個人 插著一個gip就走 插著就做到了 就是容易一些 你可能做完這部戲 跟著其他人 如果有太多演員 你又要加這個加那個 不是那麼容易 你這個比較容易 所以我想第一個戲 就是想做一個one man show 做一個repertory 對 好 我們下次回來 繼續跟Gary哥哥聊天